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吃野菜的季节 因为现在是春天万物复苏 非常多的植物都长出来了 今天带大家来的话 就来找一种我们当地比较火的一种野菜 它就长在这个河边 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采摘多一点 把这个篮子给摘满 今天来找的就是河边长的一些蕨菜 现在已经长出来的就是这种 相当的好吃 估计是有很多人来摘过 现在我找了很多地方 都是有被摘过的痕迹 在这个河边还是有很多蕨菜的 只是被人摘过了 因为每天都有非常多的老奶奶来这边摘 因为我们市场上拿去卖 也能卖一小把就要六块钱 就是差不多一斤吧 一斤六块钱左右 非常的多人吃这个东西 能把这个篮子摘满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再找一找 哇这里几棵好漂亮 再看一下 如果像这么大颗的就非常完美了 这种也比较有肉 也非常的嫩 在这下面摘了一些非常漂亮的 我们过来看一下 看看这种就非常的嫩 一整条都可以炒来吃 只要这个蕨菜没有长出叶子来 它还是卷卷的 就很嫩 拿回去炒腊肉 跟弄点辣椒 非常完美 像这种蕨菜 在我们这里真的是非常火爆 那些老奶奶一天摘个五六十斤不是问题 一斤能卖个六块钱 一天能挣个三百到四百块钱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外面的蕨菜都已经被那些老奶奶摘完了 我不得不从这些灌木里面去摘 还是非常多的 马上快摘满这个篮子 这个位置发现非常多 但是很可惜 看看被别人摘掉了 这个印子还是非常新建的 半个小时的成果 看看已经摘满了一篮子 这种菜还是要吃新鲜的 不能摘太多 需要的时候再来摘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一道美味的决菜已经有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